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集精致的制作质感更是备受好评 而今天小编也整理了六个非常律师与英语剧中设定秘密 包含董格拉米名字 其实藏有玄机 与英语的打招呼方式是董格拉米自创 英语手机墨似码糖金鱼细节 发型师透露英语发型简单又可爱 非常律师与英语播出后 也有很多人被朴恩斌的英语发型可爱到 最近发型师也透露了关于英语发型的设定秘密 一开始导演就有希望英语是短发的想法 且最好是能有别于遗忘朴恩斌作品的短发造型 还要能一提到于英语的名字就浮现他的形象 而发型师在思考于英语的特色后 便决定将发型的风格定为简单又可爱的感觉 如今才有既活泼又利落的英语发型 诞生不仅高度贴近角色形象 也很适合朴恩斌的脸蛋 看起来不会太过呆版 会让人觉得就是于英语本人啊 董格拉米名字异议 非常律师于英语剧情暖心治愈 剧中有一集讲述英语和挚友董格拉米的故事 感动不少观众 而由朱玄英饰演的董格拉米 一出场就以充满特色的名字和个性 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董格拉米的韩文是代表圆圈的意思 而韩国网友也认为 董格拉米这个名字有另一层意义 因为自闭症患者小时候会特别偏爱圆形的物体 没有灵脚的形状 能让自闭症患者心情变得平静 且自闭症患者的特征之一 就是兴奋时会原地转圈 所以英语的挚友名为董格拉米 也象征英语和董格拉米在一起时会特别舒服 编剧真的有对自闭症做功课呢 打招呼方式是董格拉米自创 而剧中英语和董格拉米特别的打招呼方式 也有幕后故事 英语和董格拉米每次见面时 都会先用 语 托的 音 托的 语 董 托的 格 托的 拉米 来向对方问候 播出后也因新颖的语调 成为最近在韩国的流行语之一 朴恩斌也在采访中表示 这段打招呼的台词原本是董董格拉米 语 音 语 音 语 后来因为朱玄英提出 语 托的 音 托的 语 董 托的 格 托的 拉米的想法 才改成托的台词 搭配新潮的动作 真的改得很有创意 又很有记忆点啊 英语手机莫斯玛是5252 语音语剧里不仅画面经常出现鲸鱼动画 也会通过英语传达许多关于鲸鱼的冷知识 而近日韩国网友更发现 英语名片上的手机电话藏有鲸鱼的细节 在英语第五集递出的名片上 可以看到英语手机莫斯玛是5252 网友则认为 5252这段数字是与52赫兹鲸鱼的连接 52赫兹鲸鱼是一只曾在太平洋出没 发出52赫兹叫声的鲸鱼 因为它的叫声频率比一般鲸鱼高很多 所以被科学家认为它的叫声无法被其他鲸鱼听见 并将这只鲸鱼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 而52赫兹鲸鱼其实和英语很像 画有自闭障碍的英语 从小就活在只有一个人的世界中 和52赫兹鲸鱼都是孤独的个体 不过后来科学家也发现了第二第三只52赫兹鲸鱼 并推断第一只52赫兹鲸鱼 其实是这群鲸鱼的一份子 只是离开鲸群独自游荡 其实52赫兹鲸鱼并不孤单 就像是英语身边有爸爸 挚友好同事等善良的人们陪伴一样 5252的设定真的很有巧思啊 鲸鱼CG原型是纸意作品 非常律师与英语不仅聚集氛围轻快活泼 生动可爱的鲸鱼特效也超级加分 而其实常常在英语身边出现的鲸鱼CG 是以纸意作品为原型打造而成 当时刘仁直导演曾在制作发布会提到 鲸鱼CG是以将英语的幻想视觉化为发想 也多亏有韩国纸意加徐英制作的鲸鱼 拍摄的很满意 剧里的鲸鱼CG是以纸意加徐英的鲸鱼模型为基底 再使用3D建模制作而成 最近徐英之一家也有上传自己制作的鲸鱼 海豚作品公开后还因作品太可爱 在网上引起热议 韩国网友还纷纷敲碗推出周边 而徐英之一家也表示 看到剧里鲸鱼出现时非常冲金 感受到的作品是活住的感觉 与英语真的对剧中使用的道具场景都很用心 很令人期待后续剧情会有什么样的鲸鱼出现 英语吃饭卷的方式 而朴安斌在演艺女主角与英语时 除了基本的神情动作 也会用很多细节来诠释 像是日前就有韩国网友发现 剧中英语吃饭卷的方式会因地方而有所不同 当英语在爸爸的店里吃饭卷时 会竖着放入嘴中 而其他餐厅买饭卷来吃时 则是会横着吃 方便自己确认里面包的食材 而这个展现英语对爸爸对信任的演技细节 也是由朴安斌提议增加的演出 朴安斌对演技真的很认真啊 也有人民带近实观神啊 误会设计中 让日本人组疯 智族 进朴安斌 误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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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wnerem 涼